中国的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命运,同时也让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得到发展,像新加坡,马来西亚,缅甸,泰国等多数国家和地区,他们学习中国发展道路,加强与中国的经济合作,寻求经济发展新机遇,其中在人们耳熟能详的缅北有这样一块区域,这里人口60万部队占4万,官方语言是汉语,只必流通用人民币,甚至连学校教材都采用中国教材, 因此,这一地区也被称之为世界上的第二个中国,这里是单看世界,带你领略全球风云。 探寻历史智慧 瓦邦位于善邦的东部首辅是邦康市,分为南北两邦,南邦位于缅甸和泰国的边境交界,是瓦邦地区的经济中心,北邦位于中国和缅甸的边境交界,具有浓厚的中国色彩,是我国通往南亚,东南亚的重要口岸,也是我国通往世界的重要通道, 瓦邦在国际上的正式名称为善邦第二特区,其与中国云南省的瓦族人民,在语言,文化上都有相同的特性,隶属于同一民族分支,瓦邦地区同大多数热带雨林地区的民族一样,具有神秘主义色彩。 这里的人们信奉神灵,也曾有过砍头祭鼓的习俗,历代以来,瓦邦地区一直与中国联系紧密,自唐宋至元明时期,瓦邦地区一直隶属于中国的领土范围,直到清朝末期,在英国的殖民扩张中,瓦邦才被划入缅甸国土,归英国殖民统治,而到了1948年,西南地区的国民党残部败退到瓦邦,利用武力逐步控制了瓦邦地区, 在国民党残部的残暴统治下,瓦邦先后出现了昆马、严城、护双、哨帕四支游击武装力量,这四支武装力量在免工代表的领导下成为解放瓦邦地区的主干力量。 1989年,通过整改,逐步变得更正规的武装力量,宣布脱离缅甸共产党的领导,成立了缅甸第二特区,也就是今天瓦邦的雏形,在1993年,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个名字, 缅甸的华裔大毒销昆沙成立善邦共和国,拥兵四万,把此地建立成全球主要的因素种植基地,毒品亡国由此产生。 随后,缅甸政府被迫与瓦邦合作追缴昆沙集团,瓦邦也借此控制了原属于昆沙集团的位于泰缅边境的一片区域,也就是现在的南瓦地区,1999年9月19日。 缅甸政府将靠近泰国边境的部分区域划给瓦邦,依靠着学习中国发展经济和军事,一举成为了缅甸内部最繁华最安定的特区。 瓦邦地区地处喜马拉雅山脉的南侧,属高寒地区,境内崎岖不平,满是山谷高地,土地极为贫瘠,只能发展山地农业,难以大规模生产。 境内有三条主要河流,南卡河,南卡河和邦拉河都发源于中国境内的蓝沧江,特殊的地理环境导致该地区难以大规模开展工业建设,加至瓦邦也没有系统的交通路线,导致瓦邦民众生活贫苦。 只能住草屋,穿草鞋,甚至连饭都吃不饱,在这种地理环境下,瓦邦地区的英素种植却由来已久,古英素种子加工厂也有适于加,而在1885年第三次英勉战争后,英国殖民者就像当年对待清政府一样,开始对瓦邦进行鸦片控制,在此后的近一个世纪中,瓦邦地区发展成为世界重要的毒品原材料种植基地,瓦邦是我国境外毒品输入的主要地区之一,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鸦片、海洛因等毒品通过各种渠道进入我国境内,20世纪90年代以来。 在缅甸的支持下,一些境外势力开始将毒品走私到我国云南地区进行贩运,当然这么大的毒品交易量,只靠当地的毒贩和种植户是难以控制的,因此他们开始寻求瓦邦联军的依靠,将瓦邦联军作为毒品交易的靠山, 瓦邦联军也在一步步的贿赂中慢慢控制了大部分金三角地区的毒品交易网络,成为世界文明的贩毒军团。 为了争夺瓦邦地区的毒品交易链的控制权,瓦邦联军曾与世界上最大的贩毒集团昆沙集团发生过多次武装冲突,昆沙集团最终兵败。 至此,瓦邦联军在当地再无对手,他们将种植的原材料加工成各种各样的毒品,销往世界各地,然而随着进入21世纪,这种情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转变,这种转变的带头大哥就是领导瓦邦近30年的瓦邦土皇帝鲍有祥,鲍有祥主席曾在2005年公开宣布说, 我以个人人头担保,瓦邦禁止种植,生产毒品,瓦邦从政府到民众上下齐心,表达了对禁毒的决心,瓦联军随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强迫农民放弃采集英素种子,大规模割除田里种植的英素等一系列措施。 经过几年时间的建设,瓦邦慢慢摆脱了对毒品的依赖,同时参照中国的政治制度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制度,成为金三角地区的小天堂,既有中央委员会管理,又有地方执行委员会负责具体事务的实施,瓦邦的法律制度也是比较健全的,其有自己的宪法和刑法等法律规章。 而且每个邦都有自己的国家法和地方自治条例,此外还存在一些地方性法规或规章,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完善,为瓦邦地区主权增加了一丝丝合法性和合理性的支撑。 瓦邦地区的政治模式很好地复刻了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民族地区的高度自治权的基础上又体现了一定程度的民主集中,由各族人民组成的领导集体,可以很好地维护各个群体的利益需求, 体现了政治层面的公平性,经济模式在瓦邦,因为独特的气候条件及环境条件,基础设施建设尤为薄弱,需要寻求中国老大哥的帮忙,加之语言和货币流通的特殊性,这里的中国商人成为瓦邦经济发展的重要主体,同时为了依赖与中国的合作。 禁毒成为了瓦邦在争取承认中用于挽回声誉的重要工具,当然主要是重新取得中国的主流认同,因为只有取得中国的认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瓦邦才能在发展的过程中加深与中国的相处,推动瓦邦的现代化与中国发展的同步进行。 瓦邦地区有着得天独厚的矿产资源优势,其中锡矿产最为丰富,矿产的开采对世界锡矿结构有着重要的影响,为了发展经济。 2014年,瓦邦开始在锡行业大展拳脚,因为瓦邦军队支持中国的投资者获得了更多的开采自主权。 在短短的两年之间,瓦邦锡矿的年产量已经可以达到5万吨,其中大多数发往中国进行加工,这甚至可以左右全球的锡价, 这对于瓦邦来说是非常惊人的成就。瓦邦也成为中国在东南亚重要的盟友,瓦邦的经济发展轨迹就像新中国的初期一样, 也是靠着学习其他国家优秀的经验才可以更好的向前发展。 在瓦邦,这种经济模式是立足于其基本的经济发展规律,在混乱的金三角最适合瓦邦发展的经济道路和模式,瓦邦的模仿应该属于中国模式的在创造。 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向世界推广的重要跳板,除了与中国方面寻求工业建设合作外, 瓦邦的农业经济也经历着中国模式的洗礼,紧追现代化。 因为农业经济仍是瓦邦地区的主导经济,种植经济作物仍然是该地区最为主要的经济来源, 就目前来说,瓦邦的农业经济模式主要以经济作物种植园为主,并伴随着贸易和基础设施的不断投资, 中国资本经济的各种形式在瓦邦不断发展扩大。 这些经济模式对于瓦邦的地方经济的发展,中国依旧是重要的被模仿者和老大哥。 当然,这种发展模式还要紧防走向歪路,发展成为剥削的大众支援主的经济模式及集权模式, 这也是瓦邦依赖中国发展经济,区别于缅甸其他地区的重要支撑。 缅甸虽然独立,但英国殖民者的历史遗留问题仍然存在,像瓦邦这些地区仍然有很大的地方自治权。 这些地区虽然在国际行政区划中是属于缅甸领土,但实际上缅甸政府却难以插手当地的事务, 这也进一步放纵了瓦邦地区想要独立的雄心,这也是该地区纷争不断的主要历史原因。 瓦邦地区虽然已经基本形成了一个小国家的模式,但是在政治上仍然属于缅甸的联邦制框架结构中, 因此为了实现独立的目标,瓦邦一直致力于发展军事力量, 也曾多次寻求与中方的军事合作,扩大自己的力量。 瓦邦的军队有着完整的体系,部队由国防军、地方部队和民兵三部分组成, 其中国防军主要由政府征兵而来,有国家武装和地方武装之分, 其中地方武装是瓦邦武装力量的中间, 瓦邦每个地区和部落全都设有军事指挥所,下面还设有相应的炮兵团。 机枪团等用来维护当地治安,在这里也有多个民族,不够主体民族还是瓦族, 这一地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种植贩卖鸦片, 其实瓦邦经济发展起来,不能说没有鸦片的助力, 但是这也是当时这一地区的无奈之举, 金三角地区我们应该都略有耳闻,作为三国之间的交界处, 湄公和数十年如一日地充当着分界线, 这里森林茂密,气候也比较湿润的,土壤的性质特点并不适合种植农作物, 但是,婴塑却能在这里生长得十分旺盛, 但是种植的毒品最终成为大烟膏, 其实需要耗费大量的劳动力支撑。 有时候还卖不出一个好价钱,为了能够获取大量的利润, 英国人就把鸦片带到了这片土地上, 后来在2002年的时候, 鲍有翔被美方控诉是全球最主要的毒品贩卖组织之一, 刚巧给了鲍有翔一个对于种植业大改革的契机, 他为了重新树立自己的形象, 就全面宣布瓦邦地区禁止种植因素, 为了实现彻底的改革, 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 本来种植业都是靠此发展, 进种之后也给百姓的收入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粮食缺口也非常大, 因此我国就给予了一些帮助。 最终在其不断的努力之下, 终于消除了普遍种植毒品的风气, 当然后来又刮起了电话诈骗的风气, 大家应该也都知道这一产业, 新闻上也报道过很多受害者, 后来这里诞生了当时最大的毒销, 也就是张其夫, 不过最终也在发展的过程中, 面临内忧外患的局面, 最终向免政府投诚, 其一手创办起来的贩毒集团也彻底消失, 后来在赌博和电信诈骗的风气兴起之后, 其混乱也逐渐促进了这一国家的军事政变, 2021年的时候爆发过很多大规模的抗议活动, 这里的灰色产业也因此越来越大, 这一国家的发展其实也挺让人唏嘘的, 在英国殖民时期, 其也曾是领跑亚洲的一个国家, 特别是在二战时期, 国内的发展可以说是如日中天, 真正开始走下坡路也是从独立之后开始的, 随着他们对国内资源国有化的幅度越来越大, 盲目排斥外资, 最终导致国内经济下行, 衰落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 这一国家风云多变, 国内的民族恩怨几乎已经持续了近百年, 上千年的璀璨文化在这样的混乱当中, 现在稍有失色, 不过未来是什么变化仍未有人可知, 作为一个底蕴深厚的国家, 繁荣与否或许只在一瞬经济的改革, 纵使现在仍有落后, 但是未来在全球的舞台上发挥积极作用, 也不是没有可能, 和医院有其他地板上向你脑内光线了, 将来重新思想的适量, 不过其他地板上盲目录下音, 对我太不吸引了解答与的适量。 没可能,